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感人励志电影《麦克法兰》 吉姆老师是爱达河州圣保罗高中的一位橄榄球教练 1987年8月21日的一场比赛时 吉姆老师批评队员不努力 他将鞋子扔向嬉皮笑脸的队长 结果砸中柜子,反弹砸中对方的脸,顿时鲜血之流 于是吉姆老师就被开除了 走投无路的他,只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 开车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麦克法兰 他在麦克法兰高中找到了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麦克法兰是个农业小镇,是美国最穷的小镇 镇上几乎都是墨西哥移民 镇上的餐馆只有各种卷饼夹肉 玉米饼,脆饼,卷饼,烤饼,牛肉,牛舌,猪肉,腌猪肉,香肠 吉姆一家很不习惯 而校长说,听说您弄伤了学生 还跟校董事意见不合,大打出手 但您在这里可别再暴躁了 吉姆盲表示绝不会了 然后校长就给他介绍了另一位老体育老师 让吉姆做他的助理 在一次橄榄球比赛时 一位个子矮小的小橄榄队员 被对方高大的队员屡次撞飞,痛苦不堪 但老体育老师仍旧让他上场 吉姆怕小橄榄被撞坏,不让他上场 于是老体育老师就将吉姆给告了 于是校长就让他不要再做橄榄球教练了 于是上体育课时,吉姆只好让大家跑圈 他发现已被老体育老师开除出球队的小橄榄和三兄弟 还有父亲坐牢,平时吊儿郎当 总感觉自己很帅的小帅,跑步很快 每天天还没亮,三兄弟就会被妈妈叫起来 坐车到田里干农活 而体格强壮,一身健的肉的雷子也要早早起来去田里采摘 直到天光大亮,要上课了 他们才撒丫子往学校跑 结果不小心,撞掉了吉姆大女儿的书 雷子忙帮他捡起来 因此大女儿对雷子印象很好 某天放学后,吉姆和大女儿看见雷子跑着回家 奔跑的速度非常快 于是吉姆就有了个想法 他对校长说,想组建个越野队 而且今年加州会举行首届越野锦标赛 但校长却说,组建越野队没啥必要,也没前途 放学后,吉姆驾车跟随雷子 他对雷子说,你知道你速度多少吗 将近20公里每小时,5分钟1.6公里 但雷子让吉姆不要再跟踪他了 晚上吉姆上网查询到去年加州越野比赛的成绩 他对校长说,如果雷子参赛,以他的速度能进前十 但校长为难的说,校董会不会同意的 于是吉姆又拿出资料说 加州公立学校体系几年前预准了6项新运动 其中就有越野 只要有越野队和越野教练 学校就能申请资金购买新的置物柜 那可是一大笔钱 于是校长最终同意了组建越野队 越野队需要7名队员 于是他找到小橄榄 让他帮忙找7名队员 告诉他一定要把雷子拉入队伍 于是小橄榄跑去邀请雷子加入越野队 但雷子却拒绝了 于是小橄榄就去说服小帅的舅舅 让小帅参加 然后又去邀请三兄弟 三兄弟倒是很痛快的答应了 擅长写作的小作家在售卖机里抠出个硬币 被老体育老师斥责偷钱 吉姆过来说 是他让小作家来拿自己掉落的硬币的 于是小作家就同意加入越野队 而雷子跟同学打架要被处罚 吉姆跟校长求情才免于处罚 条件是加入越野队 就这么着一支七人的越野队终于组好了 小帅取笑三兄弟里的小胖 这么胖怎么越野 吉姆说别小瞧小胖 他可是强胖 也就是实力很强的人 小胖问为啥自己是强胖 吉姆说没有你 你的两个兄弟就不来了 所以你能凝聚这个团队 然后吉姆就让大家绕着小镇奔跑 大家跑了一大圈 回来都累得呼呼直喘 小胖远远拉在后面 但他仍然坚持着跑到了终点 吉姆看到孩子们的鞋子都很破烂 孩子们说他们就这一双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1987年10月 吉姆拉着队员们去参加一场高中越野邀请赛 共有四支队伍参加 吉姆自己花钱给大家买了衣服和鞋子 孩子们非常高兴 吉姆讲解比赛规则 说第一名得一分 第二名得两分 以此类推 最终得分最少的队伍得第一 对手取笑他们说 听说麦克法兰的人只有警察追 他们才会跑 队员们都一声不吭 终于发令枪响 大家开始了五公里越野 各支队伍的教练都在旁边 为队员们加油指导 吉姆也用表计算着队员们的速度情况 每个队员都跑得不错 只有小帕被落在了后面 雷子想超越 却被两个对手阻拦 雷子一身肌肉 扒拉开两人 冲了过去 但在上坡时 他又被对手给超越了 等到达终点时 雷子只排在了十名海外 其余队员更是排在后面 而小帕则是最后一名 最终裁判宣布比赛成绩 麦克法兰毋庸置疑是最后一名 吉姆说 今天不是你们的错 是我的错 我应该先勘察赛道 我要是知道最后有个山丘 也许大家会跑得更好些 之后吉姆就将大家 带到堆放杏仁的场地 让大家跑完所有杏仁堆 锻炼爬坡能力 一圈下来 小胖都快累吐了 但吉姆让他们再跑一圈 吉姆说 什么是难受 是别人在最后的山丘 超越你 才是真难受 于是大家咬牙坚持 吉姆不断给大家指导 不断鼓励和刺激 但最后雷子却说 我们不是赛跑选手 我们都是采收工 我们生来就是干农活的命 赛跑对我们没有用 改变不了什么 然后他宣布退出越野队 吉姆训练很晚才回家 忘了给女儿拿生日蛋糕 女儿伤心的进了自己的房间 吉姆郁闷的开车出去兜风 却意外看到雷子 很危险的坐在桥栏杆上 他急忙过去问怎么回事 雷子哭着说 我父亲知道我妹妹怀孕后 跟我妈妈吵了起来 还愤怒的砸墙 我过去阻拦 就被他打倒了 我只是怕他捶坏自己的手 就没办法打工赚钱了 吉姆听了 有种无奈和心酸 他将雷子拉回桥上说 赛跑对你很重要 你要继续跑下去 雷子同意了 之后吉姆经常钻研比赛录像 和越野教学录像 学习各种技巧 每天骑着自行车 带队员们训练 队员们都取笑吉姆 骑着个淑女车 太娘了 他们每天都进行着艰苦的训练 每次跑10公里 大家都努力的坚持着 1987年11月2号 麦克法兰高中 和另一所高中进行对抗赛 吉姆说对手实力很强 他们认为我们是弱机 那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于是队员们信心十足的开始比赛 绕过监狱越过城镇 雷子仅仅跟在第一名身后 其余队员也奋力向前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雷子开始加速 一点点超越了第一名 最终以16分30秒跑完全程 而小胖也豁出一条胖命 超过对方的最后一人 冲过终点 最终麦克法兰高中 以一分之差险胜 大家都如是重负 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但三兄弟的爸爸 不让三兄弟跑步了 说会影响干农活 于是吉姆找上门去 三兄弟的妈妈 邀请他共进晚餐 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 很是壮观 三兄弟的妈妈 一个劲的给吉姆夹肉 吉姆不好意思拒绝 撑的都快不行了 给三兄弟乐得够呛 然后他还打包了一大盒食物 让吉姆带给家人 而三兄弟的父亲说 您的越野跑不是必需品 我儿子们跟你跑一小时 就少干一小时的活 会让我们赔钱的 吉姆只得遗憾离开 但转天一大早 他却出现在了三兄弟家的车上 吉姆说要跟三兄弟去采收 他们来到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地 三兄弟教他怎样割卷心菜 但最后他被落下老远 累得跟孙子似的 三兄弟赶紧让他趴下 给他按摩腰部 吉姆说 我知道你们三个劳动力很强了 以后你们三个就收工后训练 必要时我会帮你们采收 三兄弟笑着说 您这医药费我们可付不起呀 疲惫不堪的吉姆回到家 直接趴在床上睡着了 转天一早醒来 发现家里很热闹 原来是三兄弟的妈妈 带人来家里做玉米粽 说是做完拿出去卖 给越野队募捐 三兄弟的妈妈说 我们要给孩子们 买好点的衣服和跑鞋 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们愿意帮你 然后大家就去卖玉米粽 而小帅的舅舅的车队也来捧场 洗车募捐也是其中一项 大女儿和雷子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而吉姆的妻子和小帅的舅妈 显然成了好闺蜜 之后 麦克法兰高中以黑马之姿 击败克洛维斯高中 利克优胜美帝和莫罗湾高中 让赛跑界为之惊讶 报纸争相报道 而漂亮女老师 拿来小作文的作文 念给吉姆听 她写道 我们奔跑时 就仿佛是地球的主宰 我们不再是移民 我们奔跑时 灵魂仿佛飞在天上 和诸神沟通 我们奔跑时 我们就是神 女老师早已热泪盈眶 她很感谢吉姆 改变了孩子们 给麦克法兰高中 带来生机和榜样 某天吉姆拿来大学报名手册 说你们若能晋级周锦标赛 就会被各个大学要走 看看你们想申请哪所大学吧 说上了大学 就能帮父母赚更多的钱 而终于1987年11月26日 他们去参加加州越野锦标赛的晋级赛了 6支队伍 只有4支能晋级 而一位老教练 对吉姆说 帕罗奥托高中 已经注意到您了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跳槽来我们告终 一声枪响 比赛开始 每个队伍都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烈日下奔跑 队员们都努力的超越前面的对手 就连最怕爬坡的小胖 也努力的甩掉对手 最后冲刺阶段 雷子本来在第一位 那只却摔了一跤 被几名对手超越 雷子豁出命去 连续超越对手 最终以第二名的身份冲线 看着获得前三名的队伍欢呼雀跃 队员们都很紧张 而最终迈克法兰获得第四名 他们晋级了 队员们热泪盈眶 他们跪在地上 虔诚感恩 之后三兄弟的妈妈 用募捐的钱 定做了漂亮的队伏 而当三兄弟的妈妈 得知吉姆的大女儿 刚满15岁时 说应该给她举行个成人礼 于是三兄弟的妈妈 就帮忙张罗了成人礼 大女儿穿着吉姆 为她买的裙子 激动的出场 雷子挽着她的手 吉姆衷心感谢 麦克法兰的人们 说女儿永远是她的心头肉 之后众人就高兴的跳起舞来 而雷子送给大女儿一个手串 那是她的奶奶亲手做的 大女儿心里非常甜蜜 此时小帅的舅舅的车队来了 要带着大女儿去兜风 说这是成人礼的传统 但哪知他们却遇到了拦截 原来小帅的舅舅 以前是道上的 他之前的仇家来找他报仇了 最终小帅的舅舅被捅伤 而吉姆的大女儿也摔伤了 吉姆吓坏了 他指责雷子 没保护好女儿 于是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就开车前往那名老教练 说的帕罗奥托高中面试 那是所著名的高中 而他的面试也很成功 对方给他提供全职教职 兼任越野和田径教练 还担任计划主任 而且那边的高级社区治安良好 但妻子却说 你知道女儿是怎么受伤的吗 你的队员们挡在他前面 就像是保护自己的家人 女儿不小心摔倒才受了伤 妻子说在帕罗奥托 会有人不顾性命保护他吗 说我住过的地方 没有像这里这么有家的感觉 而吉姆说 他在考虑考虑 很快1987年12月12日 周锦标赛总决赛到了 学校师生和镇上居民 像欢送英雄一样 将吉姆送上校车 镇上的居民纷纷开车 跟在后面 赛场上的都是加州最强的队伍 小胖还因紧张呕吐了 而麦克法兰的镇民们 也都陆续赶到 而雷子竟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看着他 眼里都是赞许 而吉姆对大家说 你们每天天不亮就到田里干活 放学后也要去田里干活 其他孩子 无法承受你们的苦和泪 你们就是超人 你们是最有能量的孩子 队员们听了都深受鼓舞 15只队伍一字排开 裁判员一声枪响 选手们都冲了出去 哪只小作家感动大发了 一马当先 往前很冲 吉姆大喊 让他不要跑那么快 那样后面会脱力 果然小作家慢慢就不行了 大家纷纷超过了他 而雷子和强劲的对手 一直保持在前两名 而且最后时刻对手竟然超过了他 雷子拼命冲刺 最终还是超过对手 手心撞线 阵民们都激动不已 然后小帅和三兄弟的小兽到达 接着小橄榄到达 但小作家还没上来 吉姆焦急的说 小作家比平常慢了整整一分钟 这样根本没获胜希望了 但雷子指着前方说 教练你看 吉姆回头看去 就见小胖像一头野猪 啊不 像一头野牛一样冲了上来 体力充沛的超越一个个的对手 小胖的母亲激动不已 冲线后小胖直接爬到了地上 之后三兄弟的老三和小作家 也分别冲了线 赛后裁判们细致的核对 每个人的分数 最终裁判宣布 加州越野锦标赛 首届冠军是麦克法兰高中 顿时镇民们欢呼雀跃 大家都紧紧拥抱在一起 大女儿也紧紧拥抱了雷子 而雷子的父亲 骄傲的拥抱了他 一家人紧紧相拥 而小胖则被大家抬了起来 因为他是本场比赛的奇迹 而最终吉姆过去 跟那位老教练 以及帕罗奥托高中的校长 说抱歉 说他还是决定留在麦克法兰 妻子和女儿紧紧拥抱了吉姆 队员们也都冲过来 将他围在中间 之后在吉姆的带领下 麦克法兰高中 在14年间 共获得9个咒冠军 而1987年的队员们 全部都上了大学 如今在各个行业 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在此之前 麦克法兰高中 没有几个上大学的 而吉姆老师2003年退休 目前仍住在麦克法兰全局中 知识改变命运 性格改变机遇 但真正改变你人生的 却是拼搏和努力 出身决定基础建筑 拼搏决定上层建设 平地起高楼 需付出更多 怨天尤人 不如退而拼搏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有不想做千里马的马 没有不想做伯乐的伯乐 平凡而活可以 平淡人生没错 但穷困潦倒 你如何平凡 穷途末路 你怎么平淡 平凡有汗水支撑 平淡有泪水灌溉 你以为别人的平凡 真的平凡 那只是别人 努力后的局面 好了 我要去拼搏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猴